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飞为武术 由你来讲的时间了 李师傅 你好 是 陆会长 你好 你好 现在这几集里面 有些朋友都很着促去问 一些他们练功的情况 我们很高兴 因为我们这个全联影片 大家都很认真去学 有些问题他问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会选择一些 类似的问题去问 师傅你的话 好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这个今天的问答时间 好了 第一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会有兴趣 中国功夫有很多门牌 每个门牌都说自己是第一名 到底哪一种才是值得学的好功夫 师傅 这个问题挺深奥的 其实我首先跟大家介绍 其实我们中国武术的门牌真的很多 每个门牌能够流传到今天 还是存在的都是很功夫 所以应该说每个门牌都值得学习 但是你说哪个好呢 这个其实可能会考虑到你自己本身的兴趣 或者你自己的年龄 或者你的身体状况去衡量 例如你说二十岁的年轻人 可能要学一些比较活力的 动感强一点的 如果你说像一些退休的朋友 你退休都六十岁了 你可能就不能够做那么剧烈的运动 你可以选择一些 例如太极拳 那些都是一个好的功夫 那你说哪样值得学的呢 我觉得各样的自己学 最重要是看自己的兴趣 以及自己想要学什么 你这么说 其实每一个门牌都有特色 有自己的特色 就是自己的所长的地方 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有些东西适合我 未必适合师傅你的 师傅适合的未必适合我 所以大家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要求 所以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去学 那你可能我喜欢学什么功夫 你就去找一种功夫去学习 起码你心仪的功夫才有兴趣去学 没错没错 会不会这样理解 先学一种你自己是心仪的功夫 你又想再去进修多些 可以学其他不同的门牌 可以进修自己 如果你是一种 真的希望对武术有认知的 是深一点的 你可以先学一个门牌 你再去学习其他 可以看看其他武术有什么好处 没错没错 你两样互相来贯通 将自己的技术提升更好 和会贯通最好 没错没错 希望这位朋友 是不需要有什么门牌的分别的 总之你觉得合适的就学 没错自己喜欢就可以学了 没错没错 好的 你的第二条 第一条 因为他真的学过你功夫 知道这些招式 他说在练习这个砍山掌的时候 他说动作多 又要转身 又要左右兼顾 很难记的 请问有什么有效方法 寄起动作多的招式呢? 师傅 我看他可能在转身左右砍山掌那里 第五集的 因为可能多了一个转身 就令方便乱了 其实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的意见 就是你可以数着一二三四 因为我的动作是一二三四 是四个这样的 你可以数着一二三四 就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其实左右的招式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左右调转了 因为转身的问题 你可能会兼顾到转身 又要同时马上动作 可能会很稳定 但是你可以在自己的心里 先放慢动作 数着一二三四 好了 练得几次了 招式熟练了 那时候你就不需要练口网 就可以一次次打出来 左右招式同样一样 其实我们如果学任何东西都太长了 我们分开一绝一绝 先斩一绝一绝 可能我先不做脚的动作 我先做好手 把手了解了 那我就不要理手 我就做脚的动作 好了 两度手和脚 我都熟练了 再将它整合 一起练习 反而这样的中度更加快 其实你招式长也不重要 分开几个部分 就是几个部分 是的 我说这位朋友可以学任何东西都可以 如果这个是很难的话 可以分开一绝一绝 一绝一绝 一绝一绝 再组合 组合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不难了 好了 第三个问题 这位朋友问 练吐露有什么好处 师傅 练吐露有什么好处 这个题目 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 我曾经讲课的场合 我也解释给大家 吐露有几方面 第一 给我们一个身体的伸展 是 给我们招式动作 其实招式动作里面 其实都可以涉及到我们的几亿 都可以看到几亿 而且最重要 就是说你要习惯做一些招式 例如我做过什么的马步 发了过什么的拳法 而能够保持平衡 那么慢慢 你就是不同的步法 配合不同的手法 你都能够站稳 法力 这个就对你日后的工防技术 就有帮助 如果你站不稳 你都站不稳 你还怎么发力呢 所以吐露 就是能够提供这个训练方法 还有吐露里面 很多招式是假设的 假设对方左手 右手 是上是下 这个慢慢就丰富了 你个人对权利的认知 咦 原来对方向上进攻 我是有一个方法 不是哦 其实我是有五个方法防守 或者有五个方法进攻 这样就丰富了 变成你一个 真的需要防守 那时候你有很多招式 从手都会出来了 丰富了 即是先练习了一些反应 或者自己对他的感觉 如果真的遇到实战的时候 或者真的遇到一些 有人攻击 或者一些突发的事件的时候 你懂得反应 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快捷一点 因为套路里 有些套路可能是一分钟 有些套路可能是三四分钟 这个是一个体力的训练 体力的训练 而且你习惯了一些手法和步法 不同的组合去配合 就变成你很自然 我无论如何站在那里 我都能够出到拳 这个是一个惯性的 一个自然的反应 才有帮助 还有我想问一问 如果套路里面 其实本身来说 套路可以令你认真打 可以打得很极致的 可以极致 如果你是普通的打 教功课 也不可以说 如果你真的练习好 你打得极致的 就会很快 其实正式的练习功夫 是需要法力的 是 学的时候 为了练习 你可能要照顾 有手、有脚、有眼法、有身法 但你熟练的时候 你练习功夫 其实是有出力的 因为你有什么用 希望能够帮朋友 解答他的疑难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不是 因为我有些朋友 也有疑难要问你 上次我介绍了 一个摄影比赛 有些朋友 其实是我自己 我想知道进度如何 师傅真是客气 因为我们收到一些朋友 一些已经有报名 有些人已经给你寄了作品 但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知道 有位银发族的参加者 他就 他拍了一些以前的黑白照 他寄给我们 我们参赛了 还需要不需要 那可以吗 师傅 当然不行了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 在电脑里收相片 方便一点 因为这些朋友 我们都跟他说 我们都是专人去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线上 全程影片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基础片 那21招 还有我们将会 接下来播放的 自我防卫片里面 那些是对策的招数 一定是那两个 就是我们在这个 全程影片内容 才可以 以前那些或者我们的震山寶 或者我们的甲传被招 那些就不适合今次的 即是超出了我们两个范畴里面 是的 我们暂时就不接受 没错 或者我们将来会开另一个 社兵比赛 就可以将大家的 自己的招式 出来给 是 还有我们就 讲一讲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 这个 社兵比赛 现在开始是 因为我们到现在开始 都是我们记得了一篇 在这个网上播放的 那接下来很快了 我们这个自我防卫片都出的 那到时大家密切留意 我们出了之后 可以在这再用一个自我防卫片的招式 来参加报名 好 OK 欢迎大家 珍赏我们的全程影片 和报名 参加我们的线下工作坊 OK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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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